旅客大排长龙 航班时长取消或延迟 度过了疫情与国庆廉价 美国机场之乱却持续延烧 原因之一和机师有关 空有飞机却没有人来飞 达美航空机师近期才因人力短缺 上演罢工 到底有多缺 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 未来十年 每年将有 一万四千名的机师人力缺口 对此有航空公司祭出妙招 联合航空正破天荒 以每周四十到七十名的惊人速度 录取新机师 特地找来前美国海军的 蓝天使特级飞行员 同时也是电影捍卫战士 演员导师的卡特贝 来协助新人培训 这些新人背景 多来自美国军方或地方航空公司 具有小型飞机驾驶经验 但要转到大飞机 还得花好几年训练 为了招兵买马 联合航空更下修 机师报考的学历门槛 美国劳工去年平均年薪大约五万美元 而菜鸟飞行员年薪三十五万美元 也就是一千零四十七万新台币 是普通人的七倍 航空公司开出千万年薪 要与有飞行梦的心血共创双赢 金新闻 西子健 王朱银报道